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有几个爆炸性的事件 乌克兰尼古莱耶夫州州长维塔利金宣布 周日凌晨,乌克兰最大的农业公司之一 尼布隆创始人和所有者 伊万富翁奥列克斯·瓦达·图尔斯基和他的妻子莱萨 在俄罗斯对尼古莱耶夫地区的空袭中丧生 尼布隆总部位于尼古莱耶夫 专门从事小麦、大麦和玉米的生产和出口 并拥有自己的船队和造船厂 有人就这样形容他 说他是最有权势和最受尊敬的乌克兰商人之一 建造了工厂和企业 并在他的一生中创造了就业集会 他致力于国家的发展 是一位战争的导师 他的死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 米哈伊尔·伯多利亚克说 转确的导弹袭击不仅击中了房子 还击中了一个特定的位置 就是卧室 这让人们怀疑此次袭击是有人特意引导的 另外一群驻扎在附近大院的外国志愿者 支持这一说法 周日凌晨的同一时间 他们也遭到了袭击 前英国散兵丹尼尔伯克告诉每日电讯报 该组织注意到 在导弹击中之前 两个营地都闪烁着火炬 当被问及 他是否确定火炬是由俄罗斯间谍照亮时 他说 100%无人机可以鸟看到火光 地面上的特务显然是为俄罗斯人工作的 当他们想要摧毁目标时 他们就点亮这个地方 俄罗斯无人机看到并转发给火力投送单位 这帮人一直都是这样干 只不过昨晚就轮到了我们 瓦达托尔斯基死在恢复古物出口的协议签订后 还没满十天的时候 这位商人因支持他的国家而受到报复 这引发了有关克里姆林公蓄意试图破坏该协议的怀疑 然而事情还没完 尼古拉耶夫市长奥列克桑德尔辛克维奇称 周六晚上和周日凌晨发生的袭击可能是开战以来 整个五个月里这座城市所遭受的最强大的袭击 尼古拉耶夫地区委员会主席汉纳扎马奇耶娃也说 我的城市英雄城市尼古拉耶夫正在成为第二个马里乌布尔 今晚约有40枚火箭弹向尼古拉耶夫发射 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战队城市最大规模的袭击之一 除了瓦达托尔斯基被毁坏的房子外 一家旅馆一座运动场 一家牙医和医疗设施以及两所学校也被摧毁 在开战的五个月以后 尼古拉耶夫忽然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击 让人不由的联想起乌军可能将于近期发动的南部大反攻 俄军是不是觉得赫尔松危在旦夕 所以率先打击尼古拉耶夫呢 7月30日晚 乌克兰部队通过先发制人的炮击 破坏了俄罗斯在赫尔松的一次地面进攻 海马斯在赫尔松地区摧毁了俄罗斯特种列车 当晚一辆载有俄军步兵军事装备和弹压的40多节特种列车 从克里米亚抵达赫尔松地区的布里利夫卡站 随即被海马斯系统发射的火箭彻底摧毁 俄军大约死亡80人200人受伤 多个信息员称 俄军正在从乌东调动兵力 池原赫尔松 之前被打残的俄空降旅也被调往该地区 这符合乌军用有限的海马斯 持续打击俄弹药库的战术 运载资中装甲车的列车 本来就是一座活动的弹药库 之后乌克兰内政部部长顾问安东克拉山克 和乌克兰奥德萨地区国家行政当局公共委员会负责人 地区军事行政当局负责人发言人 谢尔西布拉楚克都证实了这一消息 根据情报资料 护送货物的俄罗斯铁路机车司机和工程师全部被消灭 综合多方面的信息 乌军在赫尔松正在进行反攻 而因为信息管制和保密 乌方最近很少透露在该地区的进展 而俄军从乌东抽调兵力 很明显会面临乌军的反攻 但却不得不为 至少现在赫尔松比乌东 对莫斯科的政治意义更加的重要 这是俄罗斯从2月24日以来 唯一拿下的乌克兰的主要城市 更是克里米亚的蛮户 如果不支持赫尔松 已经被打断补给线的俄军第49集团军 15000到2万人就会全部被吃掉 那将开创二战之后 一个大国的一个集团军被全监的记录 也是一个所谓的军事强国的奇耻大乳 对俄国内本就对战争支持度不高的民意的打击可想而至 一旦丢失赫尔松呢 克里米亚就会动开门户 等着乌军的反攻 普京开疆拓土的八业维持八年 就可能被断送 被俄粉普粉们称为普大帝的那个人 也将成为笑话 更重要的是呢 俄军无法再继续在赫尔松搞什么民众公投入俄的闹剧 这次战争已经让俄罗斯陷入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孤立 按照西方的统计 俄军已经损失了7.5万人 比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的俄军死伤人数似乎少得多 但现在的俄罗斯和农奴时代的沙俄完全不同 民众对战争痛苦的承压力也更低 如果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而且失去克里米亚 又无法因为战争让乌克兰割让领土 那克里姆连宫的主人布尼古兰二世的后尘并不遥远 好 咱们来看战争研究所最新行动评估 截至7月31日 克里姆连宫尚未回应国际红十字会 进入叶列尼夫卡监狱的请求 这阻碍了国际调查工作 俄罗斯军队在伊九姆西南和西北部 进行了有限的地面进攻 这与战争研究所的评估一致 即俄罗斯军队可能正在为目前的伊九姆 到斯拉维扬斯克县的西北推进创造条件 俄罗斯军队继续在斯拉维扬斯克西北部 塞福尔斯克东北部以及巴赫木特东部和南部 进行地面攻击 俄罗斯军队在阿弗蒂夫卡地区取得了微弱的进展 并继续对阿弗蒂夫卡和皮斯基进行地面攻击 俄罗斯当局开始为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 涅夫斯基营和拉多加营招募志愿者 而CNN的报道称 俄罗斯所有地区都在招募志愿者 将被派往乌克兰参战 这差不多会吸引多达3万多人加入俄罗斯军队 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卡特琳娜·斯杰·潘尼克的说法 克里姆列宫已经下令 所有85个实体组成志愿营 以避免在俄罗斯宣布部分或全部动员 他指出志愿营的经费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比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将耗资200万美元 他说招募对志愿者候选人有不同的要求 有的地方年龄满坎降低到60岁 有的地方甚至不需要军事经验 被选中的人将被送往顿巴斯地区 而具体的安排取决于支队 他说一些小组将专门参与战斗支援和战斗支援行动 其他小组将加强现有的军事单位或组建战斗营 研究人员澄清说 俄罗斯当局计划播出一个月的时间来培训志愿者 但在没有军事经验的情况下 这不太可能让他们成为有效的士兵 志愿营最早是在俄罗斯贫困萧条的地区组建的 居民积极签订合同以换取丰厚的报酬和高兴 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列宁格的地区 最近开始招募志愿营 而在首都的招募办公室大多都是新建的 英国情报部门的消息 俄罗斯可能在进展缓慢后调整其断巴斯的攻势 英国国防部8月1日表示 俄罗斯军队在过去四天里在端涅茨克州的巴赫木特州上只取得了缓慢的进展 他们可能正在重新设计未来进攻的战术计划 俄罗斯可能已将其扎波罗日前线确定为需要加强的脆弱地区 并正在将其大量部队重新分配到乌克兰南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的讲话中表示 虽然俄罗斯正将其部队从东部转移到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和扎波罗日中 但乌克兰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应对占领者的任何新活动 他说我们要坚持下去 这样的战术层面上恐怖主义国家也觉得它正在失败 我们需要在南部、东部和其他任何地方坚守战地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稍后咱们再会